我们念佛 遇到这个法门能生欢喜心 这就说明 你不是这一生才开始说的 说这一生才开始 不可能 生生世世 无量借来 那念佛为什么 生生世世念佛 今天搞得这个样子 就是灵命忠实 烦恼吸气 扶不住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 不能不知道 非常要紧 这一生中 要认真努力干 不再犯 过去的过时 我们这一生当中 才能成功 那要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 也是唯一的办法 现在就放下 不能等 现在还不要紧 等我临终的时候再放 还来得及 怕就吃了 过去真真实实 就是打这么一个妄想 所以每一次 都失败了 所以现在 要提高 紧急 我现在就放下 现在放下 这个事情要不要呢 事情不该死 花言经上讲 花言经上讲得清楚 离死无碍 事事无碍 爱在哪里呢 爱在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放下了 不是放下死 是放下 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四 照做 只要你 没有分别执着 就什么都不忘 所以是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无作 就是心里头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事先告住 做得更圆满 做得更殊胜 没有死心 没有妄念 就像 世尊在世间 印花一样 就像 祖师大得了 给我们实现的一样 出家能做到 在家也能做到 本经一开端 行户等十六正四 是在家的等觉菩萨 与世尊 同时出现在这个世间的 唯莫居士 是在家佛 成佛了 在家能成佛 什么叫成佛呢 成佛了 其心动念 没有了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叫佛 其心动念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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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 没有分别 菩萨 没有执着 那有这个能力 那有这个能力 就自在往生 深西方极乐世界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这个地方跟众生有缘 需要多住几年 不妨碍 这就叫 这就叫生死自在 这就叫了生死 这就叫生死自在 这就叫生死自在 这就叫生死自在